词曲 李宗盛 那么莲花童子是什么 童子的意思 这是菩萨 莲花的意思就是莲花化生 由莲花丑出生的 所以认了很多的莲花童子 就像莲花生大使 他就是莲花里面出生的 在火典里面记载 观世音菩萨 大师至菩萨 也都是莲花化生的 另外这个红神帮里面的 罗刹三太子 他也是由太乙真人 他的师父是太乙真人 用莲花的花瓣跟莲花的枝 把它变化成为罗刹三太子 所以罗刹三太子也是莲花发生的 很多莲花发生的童子 就一起都出现了 现在证明事实上是有的 在唐朝的歌谣里面 旧有莲花童子见金仙 落花西空左右弦 唯妙天音淫外听 静说极乐圣诸天 就有这种歌谣存在 而且是很多条的歌谣 敦煌石库里面 还有一尊很大尊的莲花童子佛 结的是莲花童子的所印 刚好是结的是莲花童子的所印 敦煌石库里面有莲花童子佛 也是 谢谢我